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看到一段片段还有照片 看他穿得非常贵气的出庭 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 孟哥 漂亮的 当然了 这是演唱家 然后这是白天出庭 然后当天晚上就去演出 祖国永远祝福你 现在他很需要祖国祝福他们家 他晚上去哪里不管他 他白天出庭这一幕 就令我想起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 修一门叫法律心理学 我记得其实他一课很好玩的 就讲你出法庭 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 你要穿什么衣服 你要怎么样打扮 来迎娶性 害了他小孩 怎么讲 可是我先说每个社会的状况不一样 可能他情况不一样 可是从美国或说英国 或说香港这个习惯的做法 他是害了他小孩 因为太贵气了 你看大的眼睛 然后漂亮的衣服 还有那么气派 挺起胸走 所以要低着脑袋 要夹着尾巴做人 要穿得破衣烂衫 不要破衣烂衫 主要是说你看 我们看两个极端 第一个是他那么贵气 因为整个糟点 坦白讲 那个小李子不是第一次出事了吗 以前已经说出事 大家很多言舆论的糟点 都是说 可能他被爸妈宠坏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大家整个心理作用也是这样子 你母亲这样的贵气出来 大家就觉得 你看落实了大家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李某某跟伯某某学的 怎么现在比较时髦 一上法庭 全都没有 没有 什么都没干 不是这个什么苍蝇和老虎吗 先是老虎 先是看苍蝇 但我觉得你说他妈妈 这个很贵气 他可能 你也是个妈妈 反而 我这不能跟人比了 人家多 这个中国好妈妈 你说是吧 就是什么都 你是中外好妈妈 他这个就特别的强势 而且他是把 就他帮着他儿子 把所有的事情都翻了 就而且他说出 说警察不应该 怎么叫 就长时间的去 这个讯问他 觉得好像是在逼供 说你问了他三十多个小时 你等于在逼供 我还正查了一下 其实法律上没有严格 说你不可以 审他三十多个小时 但是有律师 曾经有呼吁过 说给嫌疑犯 也有尊严 也有人权 最好是每天只审 这个八个钟头 结假日还要放假 等等 就是他帮他 就是在辩驳很多事情 而且他之前 给跟那个律师之间 去打交道啊 然后发声明啊 等等 我觉得就整个案件 现在他妈妈变成 是一个最主要的人物了 我觉得这孟哥啊 是豁出去了 就是你看 又说对方的 出女模 是造假的 然后又上访 对 你说这个豁出去 这个特别的生动 我说你会 以前他们看到 那个甘露露的妈妈 比如说也是觉得 就是中国式妈妈 就特别能豁得出去 他这个豁出去不一样 你知道我 当然咱不能瞎猜 人家夫妻俩 关上门商量什么 但是我在里边 看到一种啊 中国式分工 就是你看啊 女主外 其实啊 这次这个 这么多 祖国这么样的 祝福孟哥 你看网上 一万八千多条 骂的 就是这个孟哥被骂的 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啊 你有多大的必要 去骂他呢 当然有些人说 他什么干扰这个 干扰那个 但是咱要私下里讲 我就觉得 他在所谓的公众人物 和妈妈之间 他其实就是选择 做了个娘 就回到了 回到了动物本能 就是就是 你看为什么上 中国人啊 你知道 这也是我非常 怎么说呢 很敬佩 也很就是很 很喜爱中国女性的 一个地方 这种呈现的 就是没面子的事啊 往往是老婆 你看收收钱的老婆 甚至你比如说 过去那个大画家 大书法家 在前门朋友来了 送给你 写了字送给你 啊老婆 告辞了 老婆追出去要钱啊 你知道中国人的老婆 就是这种情况 哎 李双江 你不能表态 这这事 我圈我去 在香港也是啊 好像有什么官员 我忘记了 他出了事 然后说 那个房子 那个地是我 是我老婆租的 我都不知道 然后是我 就是我老婆家的人弄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皮肤 所以香港 这是个策略 全推给老婆 那香港就多了一个名词嘛 就因为好几个高官 都是这样 有事情老婆出来顶 对 所以呢 所有高官都被称为BMW 不是宝马的意思 是说Brain my wife 怪我老婆吧 是我老婆的罪 BMW 对对 BMW 所以你说你像美国 你克林顿 克林顿敢推到西拉里身上 西拉里不打死她 西拉里当时 出来有护她 我完全同意 扩出去 因为坦白讲 碰到你小孩有麻烦 我们当父母的 一定扩出去的 你叫我请假 断产都无所谓 可是你要用对的方法 刚比方说什么 看到指出对方的破绽漏洞都对 可是你要用方法 还要考虑观感 像我说你看 你看到那个照片 那个孟妈妈 非常敬佩 为了小孩出来 可是那个 他这样就完全落实了 大家想 说你就是宠坏的 所以结论 前台词在说 就是你宠坏 所以他犯罪 那更让人相信 还没审 已经觉得说 有可能犯罪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 我刚说一方面 不应该穿得这么贵气 这么花 普通话叫什么 花哨 花哨 还有四个字的 再来 花招 花枝招 花枝招 答对了 女人就求人家花蕾胡哨 我嫉妒 那另外一个 我记得老师说 要么叫蓝色 要么黑色 要么白色 端庄 那个叫同情分 人家相信你可信 你这个人是可信的 讲话 可是有一点 我们这个法庭里面 没有陪审团 所以这个同情分 你需要这样 法官你是人 你现在发现了没有 中国的这个司法 庭内是在闭门审判 庭外展开道德审判 这个而且你就会感觉到 外部的这种 现在这个网络的舆论 我不能说 当然要求法官 不能受外界舆论影响 但是真的你能不受 外界舆论影响吗 我那天我就问他们 我说就这个 李某某 你 就最后假如判一个 就是 假如 一万个假如 就是说 不成立 强奸不成立 你说那 全国人民会把法庭砸了 全国人民很快就忘记了 我们多少戏要看呢 一出又一出 也可能 也可能 对咱就是热闹一通 完了骂一通 就完了 而且特别好玩 就是原来我们看的那场 有关政治人物的这个审案 变成了这个桃色新闻 桃色新闻的这个 我们看着看着 老往政治方面赢 对对对 对啊 我觉得假如收回那个案件 前一阵子那个案件 我真的完全想到 卡夫卡审判这个书里面 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 当然不能两个背景 不能类比 可是那个小说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说 莫名其 面对一个莫名其妙的系统 在审判过程里面 有些讲了 可是没讲出来的 背后的 其实更应该去想 更荒谬的 更让每一个人在里面 都是无人为力的 那个书很好玩 有机会我来讲一集审判 可是说回这个 这个什么 外面的舆论 法院里面的判决 我觉得香港 还有英国 那个法律系统 那个做法 是可以参考的 可以考虑 是什么 我们不能评论 假如小李子 这个案件在香港 现在开审的话 对不起 我们节目是不能讲的 你外面媒体评论 都是犯法 陈振聪 陈振聪那个时候 那不是媒体 也一直在讲吗 还没开审呢 开审的过程里面 你是不能评论的 不能去报道里面 不能有任何 因为香港有陪审团制度 OK 那是不能评论的 像我们媒体 是不能评论的 那我跟中国人讲话 媒体是可以报道 我看像美国 比如说你出一个 什么事情 而且他们特别爱 报那种家庭伦理 那些 然后出了一个 什么事情 做连线证人 他都有很多说的 而且就是陪审团 里面的人 他是 他就是那个 审完以后 有的人是可以在 他不出具 他的名字的 这个情况下 他可以跟这个媒体讲 当时是怎么决定 怎么样判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媒体 就是他还最后 有一层遮羞布 或者说是这个 最后一层的 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是这种 这个较劲 其实就是一种 法治精神的体现了 就是媒体报道 比如说 为什么你今天 只叫李某某呢 为什么香港的 这个所有的 没有判的案子 他这个记者报道 你都注意 明明就是马家辉 但他说有人 是吧 这个偷了他的钱包 他不会说 马家辉偷了他的钱包 他全是改成 有人怎么怎么样 或者怀疑有人 他一定要这种 句式来形容 但经常当这个人 是明星的时候 也很不幸的 会把名字给说出来 搞得当事人会很尴尬 你说明星 那名人啊 对啊 可是你是可以报道 不能评论 那因为你评论 就是影响司法公正 那我们中国人讲 你挡得这个天下人 悠悠之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 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欢乐集 北纬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景共酒 对这些天呢 我跟那个广大网友的 这个一样 都是注意力啊 集中在了孟哥身上 而不是他儿子身上 哎 我要不说 是不是说 如果是妈妈 给儿子辩护 大概应该是 比较没有力的 对不对 他没有参与这个事情 他怎么他从哪个情节上 可以去去指证 或者什么 他完全都不知情 其实咱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妈妈 为了让儿子脱队 脱罪吧 不惜一切 需要做什么都可以 对 你说当然他们很多人骂他 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啊 这样那样的 但是我又觉得说 好比说你们家亲属 出了什么事 那还不是 这个我们说很多次 就中国人就是这样 就是以家 就家是家这个单位 是最是最重要的 家是我们的这个宗教也好 咱们怎么说 咱们叫宗族社会 以前讲 就是家人是最重要的 我就有的时候我在想 就是从小我们受的 道德教育里面 什么都是好像 跟自己有关系的 会多一点 而对他人的呢 要对人家有爱也好 什么也好 最多是让人家 不要侵害到我 就好像老是画一个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面 要把你自己给保存住 那家是 当然是对 我叫马家辉 没有人比我更懂的家 我们香港广东人 很传统的 到处都是家灰 因为希望你扛起家 很多家不家灰 对 所以就算我们看美国 那个死落灯 跑掉 还不是他扒出来 对不对 劝他 还有这个 说很多话 我觉得全世界 父母亲都会这样做 问题是 你整个制度 容许他做到什么地步 因为呢 我有时候看新闻 看不懂啊 因为妈妈出来 假如坦白讲 小孩犯了事 你觉得律师 有的是地方讲得不够好 我会也会讲话 也会有意见 问题我的意见 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入这个审判过程 法官没有理由容许 除非我是证人 他可能说 传照我 坐在证人台上面来作证 那一段时间 我才能讲话 才能作为记录 不然的话 我在外面随便怎么样 讲多少话 写多少篇文章 不算数的 很有意思 但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证人 就是这个女孩 她是不来出庭的 就运到了 运了这么多天 昏过去了 好像精神状况 是因为这个 就压力极大 当然双方律师 可能这边律师说 装的装的 那边律师说呢 是因为有些网友 要声称要人肉搜索她 所以这个女孩 就是吓昏过去了 他这个 他这个律师 也就也很好玩 第一次我看到是说 他就他这个律师 看到他的妈妈 好像很强势嘛 要要这个 不惜这个代价弄 所以呢 骗他妈妈的钱 就拖了很久 好像不愿意去开庭等等 现在呢 好像又有一个律师出来 我那天看到 就他有一个这个讲话 他就说 那个女孩是加害者 说因为他 把我们的五个孩子 都给走到了 这个今天是不全 就全怪他 给带坏了 我觉得这个话 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 没有 君君 小君君 都是性工作者 把薛老带坏了 就是换女人 把男人给带坏了 没错 小君君这句话 我最同意了 因为假如 他律师讲这种话的话 发生在其他地方 甚至香港 台湾 我们通常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女性主义者 会出来抗议 不管是女性主义者 一些团体 组织啊 一定是说 你说什么 把话讲清楚 你意思是说 女人或说性工作者 让你们犯罪 是吗 那就会有人抗议 就在不管案情如何 就你律师这句话 隐含的性别的歧视 一定会抗议的 所以我们从 因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全世界都有人做 我经常强调说 重点不仅是看那个事情 是看对于那个事情的反应 不管是律师 还是网友 还是有没有人出来声援 支持哪一方面 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 蛮多缺口的 包括刚说律师这种话 好像目前我看不到 有女性团体出来抗议 出来声援 没有这个意思 好像还没有这个意思 大家就觉得 那个人的身份就还不清楚 而且现在都统一叫什么 卖淫女还叫性工作者 不是现在又改了 好像就统一的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从 就只要你跟这个沾边 就用一些非常消极的 负面的词语来去 要去形容 反而呢 他说到他的这个 这个被告人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孩子 就假设这些人是 去夜店的人是 他们好像非常的这个无辜 什么都不懂 然后那个女的 他一个女的 教五个男人怎么样去 兴起门客 好像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以前 那个顾后铭不是说吗 他说他就他说 中国男人应该要 要娶妻妾 一个茶壶要配几个杯子 他说不能给 他说不能给倒过来 那现在他的意思是 一个茶杯赔五把壶 才换 你可以逗一逗顾后铭 这样发展下去 其实评论应该这样说 我们的孩子 去上夜店不能太省 假如找五个 那可能就不会发现这种事 或是说我们的孩子 以后来夜店 给他八折吧 让他不要乱来 但是你说这个 你像你那天还说呢 就说中国人对公众人物 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假如说公众人物 他是个妈 对吗 公众人物 你看为什么现在 李双江不出来 因为李双江很难说 他身体不好 不还有因为 他是有一定的 这个头衔等等 我认为啊 就是有时候 要不说中国人 但还有时候 中国夫妻 很多时候啊 保这个老公 什么叫保老公啊 因为你意识到没有 为了孩子竭尽脱罪啊 竭尽一切努力之后 那么如果最后 你这孩子是强奸罪成 你本人啊 所谓作为公众人物 你前妻 你一直在干什么 就是说孩子 他妈没管好 也是blame my wife 包括你看现在 为什么孟哥承受了 最大的这个骂名啊 因为所有为儿子脱罪的举动 都是他去做的 包括又去公安局报案 又去什么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过去咱们讲 你是一个爹 但是同时你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作为公众人物 大家觉得好像 好像觉得你有义务正确 你知道吗 你有义务正义 对不对 可是当碰到你儿子的时候 如果你儿子最后败诉了 那么你前面讲的 你知道吗 这两个身份之间啊 作为父母亲 按说你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让儿子免罪 但是到事后就证明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呢 袒护 你明白吗 要讲一句这个公道话 其实如果这件事情 咱们就算他跟这个女孩子 因为现在这个案情很复杂 咱们也不知道要信谁 咱们也不知道 那么他们有这样一套说法 就和那样一套说法 总之是有六个人关起门来 那么假设是那么回事 他的儿子干了这个事 你一定其实能说明 这个爸爸或者这个妈妈 他就有罪 或者不能叫有罪 或者说 我们就一定能去谴责他们吗 没有一般的印象嘛 现在讲一般的反正家族嘛 租九族这种事情啊 不仅是法律的事情 有时候是观感的问题 养不教父之过 多小还是受影响 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裁判了 嗆嗆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摊上什么孩子 这个真是看上帝 是吧 谁也不敢说自己会教育孩子 谁能保证自己孩子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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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记得我三十岁的时候 刚当父亲嘛 小孩出生嘛 有一回听梨匡 那个大作家梨匡 他讲 他讲了一句话 哎呀 别那么用心啊 别那么操心啊 好的小孩学不坏 坏的小孩叫不好 这样 我当时这样听我心里还讲 你真是讲什么废话 我不相信 因为我是读心理学出来的 心理学有一个说 一个学拍学的人啊 基本上白纸一张 有一个心理学家名剧嘛 他说你给我二十个小孩 给我一个空间时间 我可以答应你 把每一个人按照我的计划 训练成为律师 医生等等等等 几十年前有这样说法 那我是相信这一套 所以我当时是瞧不起梨匡说这个话 那后来我现在一眨眼 我小孩二十岁了 我那个半白老翁 我就觉得我每一次 我就回想到梨匡这句话 是绝对对的 你好的小孩 明明之中真的好的学不坏 坏的你真的叫不好 有人你说我们说回小小离子的案子 有人说爸妈宠妈妈宠什么 我们看到太多的朋友了 也是有权有地位 也是宠小孩宠的不得了 可是小孩子好的不得了 没有病话 好的不得了 这个东西也才是 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小孩子如果干了坏事 或者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算一个好的父母 有时候我也想 那么如果这个父母尊重法律的这个裁决 如果他当时就把孩子绑了送过去 你们定罪 他要有罪 他就是有罪 他没罪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反而尊敬他们的父母 还是会说大义没轻 这个其实是个贬义词 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伦理问题 你看那个斯诺登的爸爸 他其实刚一开始还跟他 就是他隔空喊话 他有时候说你停止做这个对美国人这个不利的事情 还跟他这样讲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博呀 和谷开来啊 为什么让人唏嘘不已啊 那在法庭上你看到啊 老婆举证老公 对吧 或者是情夫 还是什么谁 恋人啊 就是你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的关系啊 真的是 那没办法都放在那个地方 你不得不咬啊 嗯 可是话说回来这些中国的爸妈也蛮好玩的 我很有经验 因为我在大学嘛 我还管着宿舍 每一年都面对他们新开学 爸妈来 都问好的问题 都问我 假如我发电邀给我小孩 他三天不回怎么办 我都回答 干嘛什么事啊 但是你跟你小孩的关系啊 你不要来问老师啊 这中国的爸妈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